这里就是诡异与不祥之地吗 本佛爷岂会骗你们 这里就是诡异不祥的军营 小老弟 咱们还是打道回府吧 长打压说的在理 我们现在就走 哎呀 那个短子卷孙的家伙 竟敢投戏我 哼 谁要到 这会看你死不死 来者何人 竟敢宠我诡异军营 朋友这是一场误会 误会 待我卸掉你一条胳膊再说 给我杀 糟糕 小老弟要交代在这里了 忘了忘了 根本搭不过来 下季一定要弄个机关墙 小老弟 冠断神雷锤范围攻击 接住 这个锤子有个锤子用啊 不许跑 他喵的 你当我不敢杀你 小逆不屁一样了 不使 玄机姑娘 你未免多了一点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给小佛爷下去吧 后兄弟 在这彼此居面 你居然愿意为我听神而出 小老弟严重了 咱兄弟之间不说这些 赶紧想办法破局 如此我就放手一步 使神使寺亭田幽命 混沌神雷锤 还有谁 这神雷锤也太牛了吧 飞翼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是的太上元祖 此人修为不高 但执掌的神兵极其恐怖 我当是什么强大存在 原来只是个 以战神兵的蝼蚁 这回合范领领啊 鬼与不祥的敌人 尽数出动 小狗子还不束手就擒 你偷袭 就这样的实力吗 有点弱啊 就这样的战力 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吗 两人诡异不祥 原作冷笑 认为朱大标不过如此 一击都没能将肥衣灭伤 能厉害到哪里去 我们去江起居来 让他成为黑暗的奴谷 天地瞬间大按下来 日夜无光 星辰惨淡 如若这如无边黑暗中 这是传说中的主宰境吗 气息竟是这般恐怖 小老弟你先扛住 我去搬救兵 活得好好的 何必要来自寻死路 黑暗夜火 恐谁主宰说 什么活都弄面 你这是要笑死老身 拿个破珠子 就要灭我的黑暗夜火 愈累 朱大标话音刚入 天地顿时下起了造化神意 瞬间把黑暗夜火浇灭 不会吧 黑暗夜火可焚烧一切 怎么可能被浇灭 我主打标 当枕牙一切地 好大的口气 黑暗知 我愿寄陷飞夷 换两名黑暗仆从助我 元族且慢 我还有心事未了 什么心事 你且说来我替你完成 我床头下 还有半瓶造化液 我想喝完再走 可是换我玄冥双煞 两位大人 请将此子震杀 炫命二楼莫非是 鲁掌可与赫鼻翁 你识的本作 听说过 旧样旧样 少得妙攀亲戚 今日你必死无疑 我叫你以神秘干应吗 琉璃萍 不会真的 可收拾间班物吧 我亏了亏了 这个妖道 好像有点强呀 是他手上的至宝强 这些君出自我张大牙之手 吹吧你 鲁掌可 我乃赫鼻翁 他才是鲁掌可 赫鼻翁 爷爷再死 什么情况 此事和宝屋 连不朽镜一层也能收服 大哥 大哥别喊我名字 我就一个战装凑数的 战装的也不幸 鲁掌可 你倒是答应啊 啊 然而就在这时 预外星空突然聚颤了一下 通道里有一声灵飞出 周身黑暗碾缭绕 仿佛为逐天送藏而来 这是黑暗之护法 攻凝黑暗护法降临 声灵出来后 朱大彪却呆若目击般站在原地 他这是被吓傻了 就这还我是朱大彪 当镇压一切敌 我呸 不堪一击 说最牛的话 挨最毒的打 这就是朱大彪 装大也不看看地方 有黑暗护法在此 他哪敢放肆 朱大彪的身体忽然潇洒 元祖叫嚣不已 心中感觉很是出气 不会吧 小老弟背下的道修深远了 死了 倒是便宜了他 可惜索纳还没到手 你有良心吗 小老弟与你有杀父之仇 没 没有 小老弟为天下苍生计 如今舍身取义 你却在这奠记他的质宝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我一样都是奠记他的质宝 我的空水中呀 我的琉璃瓶呀 他瞄的 管剑时刻挠肚子 好在又平板点挠瞬间串 不然贴定要拉枯都立了 战场上 鬼异元祖还在放声大笑 以为朱大彪死的不能再死了 我只不过去上个冒犯 就让你们行奋成这样 至于吗 你确定要不思不修 瞧见没有 这就是我小老弟的实力 来来来 快瞧瞧 当真没得商量了 啊 大哥 这关我什么事啊 我只是个送信的小妖 不好意思 没收住收 我全程没说一句话 白爱一顿的 他瞄的 谁叫你传承高手的牧羊 我垃圾堆里翻来的行动 这难道有错吗